那麼除了高韓被起訴的部分 也有不起訴的部分 包括資撤會當時 也告高韓背信 我認為資撤會那個時候也是 應該受到某種程度的壓力 不起訴 高韓怒批 說資撤會的指控 通通是不實指控 而且你不排除 提告他無告 不過因為也有人講說 因為他是一個機構 所以很難告他無告 這可能要看法律律師怎麼講 另外就是說除了註冊會以外 論文也有Ondaria說 你被永久下架了 柯文哲辦公室出來講說 這是選舉操作非常的明顯 而且Sincinnati大學去年也回函了 認為論文並沒有版權的問題 這個研究所的副研究長說 我已驗證過確認論文 沒有版權問題 怎麼看就是從資撤會到Sincinnati的論文 這選舉通通被搞出來 對 資撤會其實 我覺得他的那個不起訴訴 還滿有趣的 因為我當時在偵查的過程當中 其實檢察官4月28號傳訊我的時候 我才第一次知道 資撤會到底告了我什麼 因為我很好奇他到底告我什麼 那他告了幾條 第一條是說你去美國念書沒有經過報備 我們都不知道你去美國念書 這個很好笑 因為其實我去美國念書 是我的主管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還翻了好幾封郵件出來 是我的主管還關心我說 洪安你在美國學業跟事業做工作狀況如何 然後我的指導教授還跟 最好叫做我的指導教授 還去跟我的主管報告 我在這邊念書跟工作的狀況 所以我翻了很多email出來 來證明這件事 那不起訴訴裡面也寫到說 其實資撤會的主管有好幾位 他們出來幫我作證說 當時他們也都知道我有出國念書 所以你知道回到去年的 大概9月10月的時候 立法院還叫卓振宏執行長 就是那個民進黨立委 叫卓振宏執行長上質詢台 被詢的時候 卓振宏還跟大家講說 就是高雄安去國安聯署 完全沒有經過我們寶貝 同意的程序 沒有人知情 所以他真的是在國會公然說謊 然後還有就是他還告了我一個 說我詐領這個 去新加坡的一趟國外出差費 他說我去這一趟新加坡 是做科製的事情 就是他說我監裁那個公司 但是實際上跟資撤會沒有關係 檢察官跟我這樣講我大笑 因為我去新加坡那一趟 其實是資撤會派我去的 然後我領的獎牌上面還有寫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Iii 就是資撤會的縮寫 然後我去演講的時候 還說I'm on behalf of triple I 所以你資撤會 你現在真的是虛構了一個事實 就是說我明明是資撤會派我去出國 派我去做這個工作去領獎 而且最好笑是回來你還發新聞稿 還放在你的官方網站上面說 我得了這個獎 結果你竟然可以在選舉的時候 突然跑去跟地檢署告發刑事背信 說你高宏安你炸零我的國外出差費 四萬多塊 我覺得這個我跟律師討論完之後 他們覺得確實都已經構成了 誤告的要件 可以告那個人嗎 他們是說可能只能夠告機構的代表人 就是代表人 其實你應該我覺得這也滿合理的吧 總不能機構去告我 我不能告回去 這也很奇怪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當然會再跟我們的律師討論一下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說 資撤會今天升為一個 財團法人非營利的機構 可是在這整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竟然搖身一變成為執政黨的打手 然後在立法院配合演出公然說謊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嚴重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北檢也很聰明 就是他的不起訴書跟我的貪污起訴 放在同一天 所以我的那個資撤會不起訴 變成是好像就這樣子咦咦咦咦就沒了 對 那我覺得資撤會就這樣逃過一劫 實在是也對 滿厲害的這樣 不過另外也是北檢表示 你看我也有不起訴 所以我起訴他表示我的確有正當理由 不同的檢察官 那是同一天 連鼓都不一樣 同一天 不是同一天 他們不同時間做這個立案的 但是4月28號是同一天 同一天就是開庭 開兩個庭 那論文是 那天的論文到底怎樣 其實那天論文 其實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我已經出示了兩個證據 一個是我們的學輪會 好的 這個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老師 他其實學輪會的老師 已經給我E-mail 那後來不是大家都說什麼 只是E-mail啊 不夠正式啊 所以後來在選前的一天 我也有出示就是我們的學院 好的院長他正式發 發正式的這個 校方的這個韓文 就是寫說這個 沒有任何研究不當的問題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他侵涉到的是 所謂的Self-Plagiarism 就是你是不是有自我去抄襲 自我去引用的問題 那這其實是回歸到學術輪體 那學校來認定 所以在學校認定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他並沒有說 這個自我引用 因為我的那兩篇都是第一作者 而且我那兩篇的論文 第一作者底下 其實我是有兩個title 一個是資策會 一個是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就是我是同時有兩個身份 所以UC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我今天我引用的是 我兩篇第一作者的論文 在我的博論裡面 他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正常的現象 沒有任何研究不當 所以我得到的是官方的認證 那至於說下架 我也要講一下 當時你記得我不知道 民進黨綠營側意 又發起了一個什麼 大家一起去下載論文 我記得好像還下載了非常天 好像很多數字這樣 就是他們下載的數字非常的大量 然後這個東西我在猜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後來其實他的那個論文網頁 他其實就乾脆就是下架掉 不要讓人家一直不停的 這樣子去衝那個點閱數 就是說你有沒有想到 因為你其實搞政治沒多久 就遇到這麼多事情 如果重新來過你會一樣嗎 走同樣的路還是算了算了 政治太複雜不要碰 我想其實在政治這條路 真的我其實一開始在選擇 就是說因為那個郭董那時候跟我講說 要推薦我去民眾黨當部分區的立委候選人 其實當時我心裡面也很掙扎 因為就會覺得政治好複雜 然後政治其實外面的人看都會覺得說 好像裡面的這個政治的媒體還有被攻擊等等的東西 但是後來當然因為郭董的這個強力推薦 真的是把你推入火坑這樣 所以進到立法院之後我也是盡量的說 我們把立法委員的這個工作做好 既然有這樣的機會交到我們手上 那當然在去年選舉開始才真正的體會到 廚房有多熱 風險也很高 所以我想其實我最近在跑地方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真的他們看了高雄 因為其實有很多長輩大概小朋友年紀 可能跟我差不多 他們的第二代 他們說他們都回去跟他們講 哪些要碰政治把你腳打斷 就是什麼東西都會出現 就莫名其妙的都會出來這樣 好吧 你說這個 你才剛把林志堅的棒球員移到監察院 就被起訴 時間太巧合 然後另外你也收到大聯盟的報告 說雖然用英文寫還沒全部看完 但是看起來不是很妙 當然它中間的草皮的狀況 廢棄物 球場的排水不良 這邊大家都看到 也有民意代表說 希望你到時候原文跟譯本都公開 除了譯本 原文也公開 讓大家看得懂英文能夠去對照 去比照等等 到底怎麼回事 我先講一下 因為這幾天就是 有很多網路或者是報導 就開始又不適合這樣抹黑說 我好像是因為我被起訴 所以我把棒球場的大聯盟報告 拿出來轉移焦點 我要跟大家講 完全不是這件事情 因為不知道趙大哥還記不記得 7月13號的時候 是我們美國大聯盟指定的場務專家 Blyview來到台灣 大家都知道 新聞也都有寫 當時很多人就問說 這個報告什麼時候會出來 所以那一天我就有回應說 一個月後出來 所以7月13、7月14 他把這個場地看完了 回去之後 一個月後不就8月14號嗎 所以我反而要問啊 那檢察官你幹嘛起訴我在8月14號 是不是你要把我這個大聯盟的報告 把它壓下去嗎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能夠這樣子去串這個 因果關係 那當然我8月14號收到 因為他就是8月14號到 宋達新竹市政府 宋達之後我先看了一下 因為是英文的 所以我先整個瀏覽了一下 我大概知道裡面的內容 講到的狀況其實真的 可能後面我們需要做很多的一些努力 才可以有辦法把它改好 但是當然因為這個報告它是英文 所以我當時我們想說如果要公告公開 或者是要跟我們的一些公務專家討論的話 當然還是請這個廠商 還是要把它翻成中文會比較好 所以才會禮拜一收到之後 我大概先看了一下 那禮拜二他們就請人家去翻譯 那當然府內我們也要針對裡面的內容先討論 依據這個報告我們後續要怎麼做 那所以真的不是像大家講的說什麼 好像我拿這個東西出來去轉移焦點 那一天其實被訪問到 也是記者主動來問我 因為可能大家都寄到那個刑事例上面 一個月後報告會出來 所以我當天是被問到 再來就是說 那原文跟譯文是不是要一併公佈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其實 如果大家不相信我們翻的中文 那當然就給大家看原文就好 其實我並沒有說什麼好像 因為要騙大家什麼把翻譯的東西什麼 都翻得好像對誰很好對誰不好什麼 都沒有這樣子的企圖 所以如果要看原文 當然原文就看原文 沒有任何問題 好吧最後一個問題了 你覺得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起訴你 因為有人說 是因為你宜宋寧之間 也有人說因為要選總統 柯P 郭董 趁機 一箭雙雕 打了你就打了他們的 但你怎麼想 其實我沒有辦法去猜測 因為確實這幾天有很多一些 大家的想法都出現 不管是說從我們 因為大家也知道 其實7月28號 我們是移送林志堅到監察院 這個事情這個移送 也並不是說好像我在清爽或什麼 因為從去年開始 棒球場事件一爆發之後 其實監察院審計室就會一直不停的來 期望我們新竹市政府 要做所謂的行政俗實 行政調查 那因為他審計室來的這個韓文 他會一直不停的增加 他一直調查 會一直有新的事項增加 像中間大家所熟知的 那個排水4000萬被刪除 那也是後來 他才又加了一項這個進來說 要我們做行政調查 所以一直加項目之後 我們到了7月 終於把這個行政調查完成 那裡面包含林志堅前市長 包含吳唐安現任次長 其實都會是在這個行政調查當中 會被移送的對象 那當時因為7月28號移送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個現在是選舉期間 我們不要說好像移送 還要發個新聞稿開個記者會 都不需要 所以我們是默默的 我們就是把這個韓文回給監察院 那同時也付檢調 因為檢調有提到說 我們有這些行政調查 也都要給他們 所以我們就默默做完這件事情 也沒有去發任何新聞稿 那當然後來人家就講說 就是這個時間點 就是你7月28號移送 然後你馬上兩個禮拜就被起訴了 是什麼樣的政治清算嗎 還是說呢 是大家在講這個雲爆的事情 就是台電虧損 有人這樣講 許曉星認為是要轉移 雲爆小公主的新聞 對 許曉星他講到是說 那台電跟雲爆的這個關係 其實他鬧得很大 那鬧得很大的情況下 可能就是為了要轉移這個焦點 那確實你看 就是一個是46萬的一個案子 而且46萬裡面就是都是在公務支出 然後另外一個案子是這麼大的一個 就是我們講說他們覺得掏空台電的事情 結果沒想到這個案子出來之後 他所獲得的 就是特定政黨傾向的媒體跟社群的關注度 就遠遠遠遠遠遠超過這個 甚至我昨天還問了一下我們的一個顧問 他還跟我講說 這個就是我們那一天禮拜一的聲量 是目前這幾個月來總統大選來說 聲量最高的一天 他說上一次的是MeToo 但是MeToo是娛樂版 就是娛樂圈 就是政治的新聞最高就是在8月14號那一天 所以我覺得這在比例原則上面 跟實際上是公共利益的關注程度上來說 確實他有這樣子的可能性沒有錯 好 那麼今天非常謝謝高鴻安 新竹市正那麼忙 但是因為大家就像他剛剛講的 大家非常關切這個案子 希望你一切順利好不好 希望因為將來到法院還是一場應戰 因為我自己很多經驗 跑法院跑很多次了 第一次第一次 因為他是第一次 我開始跟他講不要緊張 他說第一次 第一次對 搞政治有時候很難免 謝謝趙大哥 謝謝 加油